港橋至楊永宇 從國安聯報看香港政治生活 明報早前報導 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 以按教育局要求 懲教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安教育 相關措施年度報告 教育局沒有要求 學校公開相關文件 然而選擇將報告上載校網的官校 相較去年差不多增加兩倍 反映港式的政治生活 已經日漸成為日常學校生活的一部分 筆者就此接受媒體訪問 意猶未盡 在此再書幾筆 談談看法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談過幾間學校 軒尼斯道官立小學是筆者的母校 香港左派從前流傳一個說法 香港精英的求學之路是 小學讀軒小 中學讀黃隱 大學讀港大 這個說法當然過於簡化且不實 將很多傳統名校撇除在外 但最少反映了軒小 在某些左派朋友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軒小在愛國帶流之下 已經不能免續 作為校友 最令我震撼的是 校方國安教育也關顧到救生的活動 該校報告有以下內容 於救生聚會活動中 以展版展示有關維護國家安全 及國家安全教育的資訊 加強救生對國安法的認識 於校友日 校方特設國安教育遊戲區 給校友閱讀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展版 及參與小遊戲 加強校友對國家安全的意識 反應踴躍 約細讀國校所呈交的報告 牽小的情況原來並不特殊 因為國安教育相關措施 必須涵蓋所有以學校名義舉辦的活動 當中包括在校學生的活動、課外活動 邀請校外嘉賓到校演講、校友、家長教師會 校外導師任教等活動 以確保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不過 縱使所有學校都必須在各個範疇貫徹國安教育 不同學校之間的做法仍可以看到存在差異 個人認為 例如趙律修紀念中學的做法比較人性化 該校在2023至2024國安工作計劃有以下一段 一旦發現學生出現違規或行為不當 甚至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 便會盡快與家長溝通 從不同角度了解學生作出不當行為 背後的動機和想法 共同商討跟進方案 攜手協助學生重回正軌 筆者的理解是 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 家校協助讓學生免受政治壓力 完成學業也同樣重要 相比之下 九龍工業中學似乎比較進取 這個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 擁持上頗為進取 例如該校報告說 制定策略和應變措施 防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所謂入侵一詞可圈可點 第二 連英文科也需要利用 這個就是我 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宣傳片 製作教材 第三 開宗明義廣明會審查 學校圖書館的政治、社會、歷史類書籍 第四 詳細列出該校於2022年至23年度 所舉辦的56個國民教育活動 以教育局要求每年最少上學日數 190日計算 該校每3.4上學日便有一項國民教育活動 縱觀各校報告有一個共通點 即是對政治一詞的態度頗為曖昧 國安和國安教育明顯是一種政治取態 愛國是對的不愛國是不對的 這個政治觀在教育界已經成為主流 所謂的政治生活不再是中國大陸所獨有 香港學校也正在展開 所以所謂的政治中立 政治不入校園 政治活動入侵校園等用語已經過時了 將來應該寫成反動派 反共反華政治不入校園 方能符合今天的實況 本部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 資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 目的是促進糾正或取消這些錯誤或缺點 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 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 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